這是昨天我們在南臺灣看到說 這個兩道彩虹 你仔細看看這兩道雲 上面有一點點的這個彩虹 還有說好像弄成一個愛心形狀 這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兩道彩虹情形 其實這個專家說這就是因為太陽光 照射到所謂的卷雲裡面的冰晶島式 聽起來很複雜 但最主要就還是因為天氣多變化 通常這種雲可能會出現在一些颱風前後 或是大氣比較多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看 但是今天天氣沒有像前一天 這麼的變化這麼的大 但是接下來又有變化 我們來看衛星雲圖就知道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昨天影響我們這一道封面 所以導致昨天有人說 突然變得很冷 尤其在晚間 在上個週末才是那麼熱 好像夏天的天氣 那在昨天封面一來 馬上又變冷 那部分地區又降雨了 最主要就是封面昨天影響我們 之後現在整個封場 由原來的東北風轉為比較偏東風 所以今天天氣呢 如果是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你可能會感受到今天天氣就穩定很多 而且溫度回升比較快 那也就是說呢 今天跟昨天比較起來 今天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氣溫會緩步的上升 我們就來看看即時氣溫的部分 其實今天早上清晨出門還是蠻涼的 你看到最低溫的部分還是14 15度 但現在呢 我們看到在北部呢 包括台北新竹啊 台中啊 都已經18 9度了 南台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溫度回溫也很快 因為天氣比較晴朗了嘛 比較穩定了 台南高雄21 22度 恆春也有22度左右 那今天的高溫的部分呢 其實呢 在這個北部大概26度 但中南部有些地方呢 在這個台南啊 高雄可以達到31 32度 所以今天又恢復到上週啊 或上個週末比較炎熱的天氣啊 南部地區的朋友外出 要比較注意的反而是防曬的部分 不過我們來看看啊 在定量降雨部分 好這個天氣呢 變得比較穩定 有多穩定 哇就是這麼穩定 幾乎沒有下雨啦 今天一整天除了呢 在白天呢 東半部還有些零星的雨勢之外 下半天幾乎是沒下雨 但是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真的變化多端啦 可以看到那兩道彩虹 我們就知道最近的大氣變化有多大 好在明天 又有可能的零星的一些呢 降雨囉 而且我們看到明天的下半天 欸你看看那個降雨的部分 又集中在北部 好就是呢 禮拜四禮拜五 又有一道比較微弱的封面 又要影響 到時候呢 天氣又會稍稍轉良 又會呢 是降雨的情況 但這還沒完欸 因為呢 下週日啊 也就是週六週日之後 又有另外一波封面了 我們來看一週天氣就可以知道 這到時候的變化呢 會蠻大的 因為呢 從一週天氣可以看到 在今天呢 天氣呢 是逐漸比較恢復穩定的部分 欸還看得到太陽 明天我們就說啊 又開始呢 這個有點降雨 那這個禮拜五呢 封面 封面 封面影響 好這溫度呢 沒有降得這麼明顯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週日31號 以及呢 週一 下週一啊 那個上面的雲呢 有打雷 也就是說到時候呢 那一波封面 會影響我們比較大 甚至呢 大氣呢 影響一些對流的雨勢啊 會非常的旺盛啊 可能會有打雷的情況 所以就是呢 晴今天會放晴 但是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五又會下一波雨之後 禮拜六稍稍緩一點 禮拜日禮拜一又會下雨 然後禮拜二又放晴 也就是這幾天的天氣 大概就是這樣 大氣比較不穩定啊 一下會有微弱的封面影響 那接下來呢 當然呢 就是要迎接的是梅雨季了 好所以呢 這幾天呢 有一些呢 中南部的一些水晴的部分 稍稍獲得緩解 但是呢 天氣變化會比較大 提醒您要特別注意